聪明的鸵鸟 看着熊把小牛干掉了 也帮不上忙 老虎干黑熊 两只老虎在干黑熊 黑熊很强大 居然没有怕 还在顽强的一对二 黑熊爬树很厉害 而且奔跑起来速度也不慢 看要反杀老虎 他这两只后腿一站起来 也相当有力度 两个前熊掌 相当锋利 这个黑熊太牛了 这个黑熊把老虎给干了 太猛了 老铁今天这个视频很漂亮 放松我们的心情减轻压力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熊的力量大家都知道 这个中熊妈妈带着小熊 在溜的玩 也吃饱了 在这溜玩呢 看看也随便找点吃的 这个小熊很可爱 刚出生不久 跟在母亲身后 一直很听话 但是呢 现在很危险 狼大家也知道 狼的很多优点呢 都值得学习 他现在来狩猎这个小熊想 想打这个小熊的主意 两只小熊呢 玩耍的很开心啊 还不知道这个狼已经靠近了 母纵熊呢 只顾着自己玩耍了 忽略了两只小熊啊 看两个小熊多么可爱 把这个狼一点一点的在靠近小熊啊 哇 这小熊跑起来太好玩了啊 这个母熊啊 发现了危险啊 发现了狼的味道 母熊出手是很凶狠的啊 他为了保护他的幼崽 会下手更狠 所以说狼呢 轻易的也不敢出手啊 一旦被母狼抓住也是半死 看看 一定危险发生了 小熊赶紧跑到了母亲身边啊 是三只小熊啊 这个母熊很厉害啊 生了三个宝宝 这个狼呢是一只孤狼 孤狼呢 更可怕啊 很凶狠的孤狼 这个母熊的怒吼声啊 在警告这只狼啊 离我远一点 母熊直接奔狼过来了啊 因为这熊的力量很强大的 别说一只狼了 就是七匹狼来了 也不是这个母熊的对手啊 熊掌和熊爪相当锋利 一巴掌就能把狼啊打个半死 看看这个狼乖乖的就走了啊 连靠近都没敢靠近啊 太狠了啊 这个狼 分分钟的就逃走了 狼呢只有成群的狼才可怕啊 一只孤狼虽然凶狠 但是够不成力量 这个小熊也很安全啊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老铁们我们下期见啊 谢谢大家 到明镜的下来 叫什么 借槽 这个小熊 你是否制作为 吗 对 不是